欢迎来到第二节的娱乐关注组 没错,我们开始,一来就吃花生先,第二节,我们先去十六号图 我们跳一跳,回大湾区 计謝亭夫,连国籍都不要,不要加勒大姐 肥妈就出来说,你要做中国人就要跟她的规矩 我很 proud of自己是Chinese Chinese 这样说 Chinese 浴华 Chinese 是浴华吗? 不准说Chinese 对啊,是英文 你应该说自己是中国人 我忘记了哪个频道,就说要帮她改中文名字 那些人又说,迪丽月巴 你知不知道迪丽月巴是哪个? 我知道大陆的女明星 也很漂亮的 我觉得也是人造人 又是找了龙珠,变成真人 我觉得Andra Baby的朋友 也是那些 那些人又说,如果你不要那个 他那个是新加坡 葡萄牙 不要葡萄牙之后,就要回中文名字 叫月巴 我是傻的 那些人都对啊 那些人都叫她肥妈 月巴妈 他也是说真的 我听他的言论 你要赚他钱 那你自然就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都是跟钱、利益 他很直接 我会这么说 欣赏他的人 很直接 但他经常都打来打去 你记不记得很早之前 那些什么八九六四都有出过来 然后之后又 他们就就说 你不要这样 那些小孩真的很长 他也会打来打去 真是不知道他怎么想 是不是吃了一二三多 可能是的 接下来就打算中山 中山是不是大湾区 不是吧 在大陆 但他是推大湾区 我记得他应该要回大湾区 是啊,他怎么中山伪 那因为呢 我不知道 我听过就是這樣 我小時候還沒有這麼多政治上的事情 中山什麼碧桂園 好像是碧桂園也變了廢墟 我小時候 有人說碧桂園買一層樓回去養老 以前人們很喜歡這樣說 印象中我有聽過 我不知道那個人現在還沒有買 以前有買碧桂園的人 就說那裡已經沒有人管 管理那些已經很差了 應該也這麼多年 我想比元朗的圈園還差 我不知道 會不會變成了香港的廢墟堂樓 廢墟堂樓不知道 算不算大話 我們走回大陸 自然有少少大陸的事情 我們去審二號圖 我們看看這個披荊斬擊的哥哥 原來Christy為了這個節目 硬著頭皮 看過一下 我是飛來看 每一集都飛來看 因為我想知道 他們究竟 他們這幾個人 這五個人 回到大陸之後 有什麼突破 所以我很想知道 然後我就繼續飛來看 但坦白說 爆粗這段 應該是剪了 我看的時候 或者可能我飛去看 我看不到 但據我知道 應該是已經剪了 我看了一個報道 有看他內文說 可以去下一張 跟他說了他什麼粗口 話說他們不知道 選人的時候 他又說一句 反正都很黃 我們最近是黃標 我不介意自己爆粗 然後他又說 現在真的好像小姐坐桌選女 他們是說了一句類似的 我看過報道裡面 應該就 可能不會聽廣東話吧 或者說得很快 又聽不到 所以沒有剪 後期知道 一定會剪 應該我看的時候就剪了 可能他播放的時候 就是那些大陸很喜歡 我不知道大家 因為 認識不認識那些 網上 他們沒有Youtube 什麼芒果 什麼騰訊 我有聽過 QQ網 類似的 他們就會在那裡播出來 你當他們是大陸的Youtube 對 是這些 你當他們是大陸的Youtube 然後他就會在那裡每一集更新 就會在那裡播放 好像Youtube那樣播放 可能在那段時間 就播放了出來 但是我想想看 我看的時候 我確實聽他們說普通話 聽得很辛苦 因為他們是叫做 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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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港普 他們說 其實他們 無論是唱歌 或者是他們說話 其實也有廣東話在裡面 整個節目 甚至他們表演都有 但是 確實我一聽的時候 我自己真的聽了很多次 都聽不到他們說什麼 幸好他有出字幕 我想說這個重點 而且 因為 我途中有看的時候 有一段 就是講張志琳 在講電話 打回香港 可能關心一下老婆 關心一下兒子 話說我聽了三次 我都聽到他好像說髒話 那句是什麼 類似說 什麼什麼 吵你 其實 我聽 然後再放大一點 放慢一點 然後 原來他想說 怎樣啊你 怎樣 對 你最近怎樣啊你 老闆怎樣啊你 我聽到我 我整天放得很大 然後還在胸上 我這麼說髒話 原來他是想說 怎樣啊你 這陣子 嘩 大哥聽死人 那句話 可能以前很久有一段 懷疑 過世的 寶泉叔叔 就幫叮噹配音 有一個出了街 也是有一個粗口音 放慢一點 類似是這樣 嘩 我聽到我聽死人了 但是我想說這個五個哥哥 我不知道他玩得久不久 其實他也有什麼淘汰制 MC Jin 他不是被淘汰的 他自願退出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玩的那些賽制 就是 去到哪裏 一隊人 是 誰最低組 拿得最低分 就要淘汰多少人 他就在那個組裡面 就要淘汰三個人 MC Jin 就說我退出 他說 覺得想 類似給年輕人 有些機會 他自己好像已經是很年輕 即是這一批香港過去的 是最年輕的人 他不是跟他們一組 他不是跟他們一組 是跟大陸和台灣一組 所以他就覺得 其實我參加這個節目 我都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都很開心 所以我就選擇 我退出 那你就不用去淘汰 就是不用去選擇誰淘汰 其實選擇可能都是選擇他 所以這一招 那個以退為進 是很高的 因為 如果做了這些 我估計可能 你大陸還可以有什麼看的 都是看這些比較多 你說得對 我想說 以退為進 這個是做得不錯 對 他是做得很好 然後台灣的奧犬 就是被人狂插了 我記得是誰 是被大陸的網民狂插 因為他是跟他一組 然後大陸的網民就說 為何你不 就是每個人都說 自己舉手 說淘汰我 為何你不說 你這麼虛偽的一個人 你馬後炮 然後他被人轟炸微博 還是什麼 我都不記得了 總之被大陸的網民罵他 一朝 以退為進 就可以收到14號圖 有些很久沒有聽過名字 其實都可能有機會翻身 陳冠希 陳冠希 內媒稱陳冠希 是中國的潮流教父 話說那時候他有自己的品牌 很多藝術人 紅了之後 其實都經常有自己的品牌 沒錯 陳冠希一定有 他其中有一個款 不知道如何把中國元素放進去 之前出了一雙鞋子 是紅色的 不知道 是不是他拿著那雙鞋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他 因為他是外國人 但不是 現在內媒就遇陳冠希 為中國的潮流教父 因為全力在推這個中國風 還是中國俱風 對 吳逆帆被抓了 最近可能大家 如果吳逆帆的東西 我們淫不出 但也可能有聽過 吳逆帆應該是什麼 說被人拍到 不知道是不是看性病 我看皮膚科 對 然後拍過背影 又拿回以前背影的照片 我又覺得 吳逆帆 一定會包到 我又覺得這些人 有些做作 不過就算是他 他也出不來 他也被抓了 我想看他爆發的東西 不過這個再爆發之後 就算了 陳冠希這個 還有些人說 上面那個是網民留言 陳冠希稱第二 沒有人叫第一 哎 時尚的潮流 我真的懂得 我記得他這個品牌已經很久歷史了 因為由他那時候 什麼 特景新人類 即是很年輕 哇 在你的暴露年紀系列 那個什麼 十個女生 九隻鬼 哇 是不是十個 是類似 類似的 類似的上下 然後 那時候他沒多久已經開了 這個品牌 我記得 因為那時候他那些衣服 那些褲子 哇 炒得超貴的 那時候超紅的 沒有啊 回到大陸之後 我不知道他最近的樣子是怎樣 但是 再早期的人 偷出來 就是阿叔 那樣子 他不知道是開直播還是什麼 對 被人結束了 哇 以前的陳冠希在哪裡 那他也一把年多 他出到那時候才18歲 不過 如果人紅 有錢之後 都不用搞其他事情 有錢 就是 都是 都是不停有這麼多女女的 不過可能有一些 收心養性 很難說的 他都收心養性了 看他那些 都沒有什麼其他報道 都 娶了老婆 生了女兒 好像挺開心的 都很久了 其實很久了 你令到我想起 整天超哥 貼上那個 Jessica C 是啊 其實我們有很多 超哥的私人珍藏 收藏 看看什麼時候 一次過 就拿出來 然後把超哥這個 終極痴漢 鐵品 那個什麼 情迷景中空 他現在應該 好像不是 看照片 我們遲些 再遲些再研究 如果有個專題 是關於他 我們就可以馬上丟掉 超哥私人珍藏 好 我們接下來 就是回到香港 就是這個 大陸 應該不會再有的東西 我們去17號 好 17號圖 就是由 這個 KingJer的 Facebook 我算不算是頻道 他又不要算 Facebook 做專業 可能做了一些 counting 就有個 八月人氣 藝人榜 那些人氣榜 大家都知道 大陸都嚴打 不給這些 居然 排名是 姜濤排第四 不過算了 MIRROR 都是 如果個別來說 我猜不到姜濤排第四 我反而猜不到Edan 呂雀安是第二 因為他之前 大叔的愛紅了 大叔的愛的人不是 是Anson Lo的嗎 也不是 但是 Edan是因為 大叔的愛的電影 Anson Lo是因為 他唱歌 跳舞 那些 但是 我覺得頭 張敬軒 在第七位 都很厲害 其實很厲害 張敬軒 你問我撇除任何東西 其實我挺喜歡張敬軒 我挺喜歡聽他唱歌的 他確實唱歌 我覺得是OK的 那是這樣的 然後 阿 但我覺得沒理由 林家謙會排第十 七師傅是第六 不是排第七 哈哈 那個排名有點錯 那林家謙應該要排多少 我覺得 應該再高一點 林家謙應該可以高一點 可能因為第一名就是MIRROR 但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MIRROR已經包括了頭幾個 哈哈 都是的 他們現在也有個人發展 也有 一對東西和個人 我覺得是可以這樣分 但我覺得其餘的比較可憐 但坦白說 就是因為大陸 現在大家都知道 他要打擊飯圈 韓星 就是這類型人氣 梁炮 對 甚至乎我們看的電影 其實分分鐘 我們真的不知道 跟我們這個娛樂關注組 這個節目 究竟去過多少集呢 就是可以看了多久呢 就不知道 我也真的說一句 真的靠大家 其實也是 真的靠大家 因為譬如現在尖沙咀 Anson Lo不知道霸了多久 那幅很大 就是很多夾在柯屎的位置 不是 已經不是那個位置 前一點 以前那個位置 是長期擺滴滴尼 poster 是 我很記得 因為那個位置 總之是 那個商場一落 下去樓下 然後很大的Banner 就長期擺滴滴尼 我記得是這樣的 但現在我記得 也是Anson Lo 但就不是那些粉絲 給錢賣的廣告 是 不知道哪個枕頭的牌子 我最近賣那個廣告 但是是這麼久 我經過尖沙咀 我都看到是有 不少的人 絕大部分是女士 男生都有 可能跟老婆牌 跟前老婆牌 應該是這樣的 但我看到牌子那些雷雷 都有些材料 有些水準 但我想說 其實我們公司樓下 長期都有他們的宣傳車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在幾間茶餐廳外 在正的公園對出 對 一吃飯時間 都多人拍照 我記得 很多 全部都拿過電話 然後我的朋友 我就跟他們說 我看到那輛車樓下 然後他們就會叫我 幫我們拍 幫他拍照 有他自己 鍵自己的人 上去 很瘋狂 很瘋 也是一個好事 但是 會不會好像 大陸這樣 連這些排行榜 都不能夠存在 真的不知道 我們去18號圖 最近這一宗 也有被一些人拿出來說 話說 有一間學校 不知道是那個教材 那裡 可能那些notes 就出了Anson Lo的照片 我不是很看到他的題目是說什麼 他就說什麼 質疑 演出同性戀劇集 令青少年對兩性關係疑惑 他說 教主陪做功課 入侵校園 那家長是抗議偶像滲透 即是 如果 他們是拿 假設 我不知道他講過什麼 題目 可能是說 Sex的 反而我覺得 他拿回這一套 即是說Sexual 不是說Sex 他拿回這套戲 做一個例子 都不是一個 什麼壞事 我真的不知道 他的題目是什麼 但我想說 如果 他擺小熊為你 可以嗎 喂 你擺小熊為你 你說迪士尼 還有你擺小熊為你 你有針對性 如果我擺蘇玉華 蘇玉華 蘇玉華 蘇玉華不行 蘇玉華 那擺梁朝偉 梁朝偉 可能不行 因為都十環 上棋 蘇玉華 那擺什麼 即是不可以拿有名的人來做教材 我不明白 現在的家長是怎麼想的 所以這件事就去回我們 即是我平時拍的節目 左膠診療所 即是膠膠的 那些人 即是我覺得 那說真的 可能有些家長是覺得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思想還是 即是搜救 可能有些人也是 都可能覺得同性戀這件事是不好 或者是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很噁心 即是可能他們還是在這個思想 但說真的 即是 不論所有政治事情 香港這個是一個很自由 很開放的文明社會 曾經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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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說 但這種概念來說 不會現在還是 2021年 還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家長投訴 喂 他做過那套什麼大叔的愛 做過那些角色 那你投訴日本 不是 我覺得他就算要這樣投訴 他都錯了 Anson Lo 是有公開出來出過鬼的 他沒有公開 但是他 他有沒有否 他的照片其實是有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 即是很正常的 不是出不出鬼 即是他都肯定了這件事 你如果說他那個人是這樣 至少你是對於這個人 你有做少許檢查 你知道他的性質是怎樣 你不喜歡那件事 然後你再去判斥 可能直接判斥那個人 我也不會說這件事是對的 但方向是這樣 他現在是說演出過同性戀劇集 那人家是演戲的 對 所以我就不知道是那個 即是那個教材 那個note是在介紹的 如果你說他在教科技 突然間是擺他出來 我也覺得 為什麼擺他出來 如果可能是在教 擺柯的去到某些題目的 那 又可能 沒有什麼 為什麼我讀人際 讀人際的時候擺這個 我覺得沒什麼 不知道 可能要擺外回家 還有我覺得同性戀這件事 就不是因為看了一套戲而來的 很多時候是因為自身 從小到大經歷 或者可能一出生已經是這樣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我也覺得是 即是好像我簡單說 有些水果 例如我用極端的例子 榴槤很臭 有些人就開波已經很喜歡吃 小時候就很喜歡吃 有些人覺得榴槤很香 有些人覺得榴槤很香 有些人覺得不可以 這是垃圾味 你怎麼擺 那些貓嗅 那些貓嗅 都是彈開的 我就是不吃那些 對 那 為什麼你又不去畫一下 那些水果 我也覺得有問題 為什麼你要吃榴槤呢 為什麼你要做臭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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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真的味道很刺鼻 那 很奇怪 我覺得 即是 我不知道香港的家長是這樣 外國也很多 即是 可能要問一下蔡醫師 這個 我跟蔡醫師也有一段時間 我都清楚 是啊 你是護士 我都清楚 現在普遍來說都有點膠 即是等同於 你去讀這些科目的時候 媽媽逼你 你學琴 你學小提琴 為什麼我一定要學小提琴 不過算了 我也不知道 那些政治事情 所以我們不懂得說 就是因為 兩邊 無論哪一邊 都是很極端 甚至叫中間的 也是很極端 唉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所以很多事情 我就真的分不了對錯 但是自己 我一定會有個概念 我們去19號圖 話說這件事 其實都應該結束了 但是其實193 在上個星期 是有出 在我們上個星期的集 出街之後出過 我記得是 他的網店發文道歉 他道歉的時候 就說因為 帶來社會的影響 但是他又加了一句 我就不是 跟 罵我的粉絲 那個人道歉 嗯 我自己就覺得 多了 這句 你都 都貴了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嗯 我都不知道 其實因為 我覺得 如果你說 你買東西 那種感覺 當然他也不對 因為他管理不善 是 而來 其實可能他又覺得 會不會是 那個粉絲 說的說話 可能他有沒有 發文出來 可能說的東西 不是那麼好聽 可能有沒有發文出來 我也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 他本身 跌了 那些view數 不是 在IG 現在又說 升了 然後又說 別人買 followers 我想說 大Q版人在買 followers 還有我又覺得 這樣的 就是說他什麼 跌了一萬多之後 就破了40萬以下 之後又反昇 就是有人說 他買一萬多 很多中東帳戶 那些 嗯 其實就 買 followers 怎麼都一定有 不出奇 我又覺得 首先這件事 我真的會很相信 跟他 不是他自己做 嗯 因為他自己做 來幹什麼 你問我 就算去到38萬 38萬和41萬 有什麼分別呢 嗯 他就算有人找他 下一些IG廣告 他收過的錢 都沒有分別的嘛 38萬和41萬 有什麼分別呢 38萬和380萬 有分別 我覺得 因為這樣 明星 即他們是明星 我稱他們為 他們的確是明星 明星藝人 跟KOL 就不同的 KOL 真的看過 多還是少 去賺那塊錢 39.9萬和40萬 真的有分別的 對於他們來說 可能有分別 但是對於一群明星藝人來說 其實都沒有分別 是啊 所以這件事很小事 也都導致到最近TVB那個 14歲的歌手 一定是16歲 那個好像16歲 叫什麼名字 糟糕 他翻唱郭富城那首歌 閻明熙 閻明熙 是閻明熙嗎 不是閻明熙嗎 閻明熙是Gigi 不是Gigi的 翻唱郭富城那首歌 齊陰的 不是齊陰的 不是齊陰的 另外那個 抱歉 我真的 抱歉 總之有其中一個 就是最高分的其中一個 但不是拿冠軍那個 不是Gigi的 他翻唱郭富城那首歌 是不是狂野之城 就說那個 Click rate 過了 二百多萬 直到比原唱 那麼多個版本加起來 都更多 原唱最高的 就是郭富城 好像只有八十萬 鬆一點 有些人又說 其實很多時候 翻唱都比原唱更厲害 也都是 就是 我會這樣說 不知道是不是我做了這行 我覺得那些 觀看表演的事情 很虛無 其實你按一下就有了 因為你沒有看過 或者可能那條片 有時候你就算不是單獨 他叫做 派片出去 嗯 如果他是 自動播放 可能去到某一個位置 之後 也有一點點 給YouTube 做一些推薦 其實 大家不小心 按到 是多 你做不到再按下去 都算 但是 有些人在裡面留言 都說 唱得好 跳舞 各方面 都 都 好像有個 不知道那些什麼評論人 說他是 可以做到Semi的接班人 這樣 嗯 我不知道 那我又沒有 我真的因為純粹那個 偏見問題 我就沒有按進去看 我不是對個人偏見 我是對那個 對透視莊有偏見 我真的不行 我沒有看 而且我很少按YouTube 聽別人唱歌 因為我有用其他軟件聽歌 我要聽我都不需要這樣 那這個就是TVB的 被人說他是 是不是買view數 那樣 就是有些人有 將兩件事 193這件事 又帶過去 但如果買幾百萬 其實應該都貴的 我想 我會不會浪費錢 在這裡呢 我不太相信 因為他連港姐 那些人不說 就是 今屆港姐 我還是看回 就是 最高詞位 應該就是張學友 唱了四首歌 是嗎 當然 也有一個 ViuTV那邊 好像前DJ 劉翁 就出了帖子 哇 他的聲音 玩了那麼多年 都玩得很懶惰 好像是這樣的 那些 想不想玩得那麼厲害 但我又覺得沒什麼 因為他唱歌一向都是這樣 對 一來 二來 確實他真的是 歌神 大哥 他唱 反而 因為這段我有聽 我按下去聽 我覺得 沒什麼 挺好聽 我還很佩服他的年紀 還可以唱得那麼厲害 對 厲害 還有 找了很多不同的人過去 那我又在想 港姐 就好像剛才我們說的 林忠一戰 突然間有些事情 被大J和Steven搶了 因為張學友是搶了 我覺得他絕對是 我覺得找錯人 直接搞張學友音樂夜 但他做不到 因為應該 我估計是人情牌 我覺得他虧了 那張卡 不斷狂的 他虧了 你先說他是誰 就是TVB 怎樣虧了 MIRROR MIRROR做嘉賓 大哥 不借人 哪有借人 我們以前 那時候 有說過 四大娛樂公司 之前有一段時間 那些合約問題 對 那現在TVB不是沒事的 然後 之前 早段的時間 某些歌手 不會去TVB 唱歌 那現在四台都什麼 不如 我當 MIRROR 他不是ViuTV出來 但他又經常在ViuTV 當ViuTV背後 做個唱片公司 那他便可以 借那些人過來 我又不知道 現在的唱片公司 有否怎樣 還是MIRROR已經算 我覺得ViuTV也不是蠢的 我想未必 在唱片公司 或者之前 《全民造星》那些 有些人簽了華立 應該也不會 他MIRROR整個經理人 是花姐 我意思是 還有《全民造星》 在ViuTV出來的人 Viu出來的人 有幾個簽了華立 是 請那些人去 請那些人去 真的蠢了 真的 那他可能免得 你做個Viu 我不想 但請那些人都不夠 張學友來的 我覺得 但是反應會不同 對 那TVB其實也有 即 我又覺得他是 不夠錢 去找學友 直接維持整個秀 是不夠錢還是不想 我也不知道 但是 但他要維持一些預算 我覺得是真的 我們去21號圖 無線自從找了153去做這個 那個什麼 總監 153拍一 這個是不是也是153 哈哈 這個高一點 C1高一點 C1高一點 C1就做了J2台的創意總監 大台就是 黃祖南 對 黃祖南 也有人問他 你一上的時候 就沒有了所謂的年輕人聊天 那他也有說 不關我事 因為我那時候回第三日工作 我也是 給一些想法 那 不是我可以的 不關我事的 我真的不知道 看看信不信又來 但其實我想說 如果看 我之前有看過歌 什麼都姐去旅行 是 都好看的 好看好笑的 確實好笑 他跟阿六永 是好笑的 而且你猜不到都姐有多玩得 這樣 對 我覺得他兩個呢 如果 嗯 即是在這段時間 不知道怎樣 又不是在創意中間 去ViuTV發展 我覺得這件事 嘩 我覺得應該也挺好看的 應該也挺好笑的 其實都姐都喜歡MIRROR 對 對 還一起拍廣告 之前跟ERROR 汪明荃好像也是 汪明荃好像追蹤了姜濤 是不是汪明荃 好像是汪明荃 我只知道Doo姐有看MIRROR演唱會 還是那個Doo姐呢 我忘記了 Doo姐很喜歡MIRROR 我只知道 之前也有去看他的演唱會 我只知道 那些網民說 這個年輕人聊天 沒了之後 當然也有說 遷路193 去20號圖 這個也是較早前發生過的事情 有人留言 追隨193 搞到沒了 其實 關什麼事呢 其實他也出了那個什麼關注組 那個叫做 代溝關注組 其他差不多的事情 他現在有個代溝關注組 跟著加上 之前我們說 譚玉英姐姐 蓋世寶 還有黎智山 他們都是 講一些以前的 概念好像有點像 我們是傾談 那樣 找一些大人 是不是做兒童節目 還是傾談 那樣 他也不是真的做兒童節目 一個回憶錄 不過我欣賞 是他們好像在錄影的時候 他們自己會有一點點折擇 我們都放進ICU 又說什麼字 小人數 他們是自己 好像在發帖 也有這些 那我看不到 這個 這個 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很正面 我們是 但是我們 就是有一個概念 要怎樣 反而我是很欣賞這件事 我想說 你說在節目 我們 我不是說人家抄襲我們 或者我們都沒有這個資格 沒有 我抄襲什麼 我們只是拿別人的東西 對 我說了節目的東西 所以我們 這叫做娛樂關注組 TAB 就有一個叫做代溝關注組 我們之前有一個節目 叫幫緊你 為什麼有一個幫緊你 這個 對 這個我當時有留意 然後我想說 為何分別將節目 可能這樣 我們不可以這樣貼別人的 不是抄襲不抄襲的東西 我想想 假設大家聽眾 你們想鱷魚幫你幫你 還是MIRROR幫你幫你呢 這個很坦白的 這件事 只是我覺得 剛好同期 又有節目那麼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時間都差不多 我沒有資格說 別人抄襲我們的台 當然是 幫緊你幫緊你 其實就是 其實是出自黃祖南的 不是出自的士司機的 是 出自黃祖南那一套 什麼東西 是竊聽嗎 還是什麼 總之打電話 一直在聽 好像借錢 什麼通話 保持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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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天樂 黃祖南那時候做的電話 幫緊你幫緊你幫緊你 差點 然後他的司機也是這樣 然後好像現在 已經變成MIMI 所以沒有說 沒有說誰差點 不是我說笑話 好嗎 我們也沒有資格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娛樂關注了 就是跟大家關注這類型的東西 是啊 那我們吃花生 其實今天 這兩星期 暫時不太多東西 多些生氣豬的東西 我自己就 但是 其他娛樂的 好像真的比較少 到最後可以出一張圖 畢竟完了運動 跟運動的小小關係 我們去28號圖 好 最後一張 嘩 你看看 網民笑撞樣 我實在 葛晶晶為奶奶 朱玲玲 何術 喂 是不是那些燈光打得太差了呢 應該也是 可能在餐廳那裡拍吧 但葛晶晶真的 露了那麼多 喂 他也有一段時間啊 大哥 話說其實你知不知道 霍啟岡有個YouTube頻道 好像有聽過 我有看過 有什麼看呢 那時候無緣無緣無故 按一下 然後說他很貼地去買菜 做蘿蔔糕 然後說他們去學那些京劇 但他應該是想做YouTuber的模式 但他又比較 他一個 生硬一點 對 而且比較斯文型的YouTuber 但我覺得挺好笑的 有覺醒醒的 有 但沒那麼誇張 那我的燈光衰 嘩 這張真的 都很會笑 他確實是一把年多的 但我又覺得 那也不是跟奶奶差不多年多吧 應該是不會 但我又覺得 郭晶晶 雖然他是中國人 但我又覺得 不要這麼說 我們都 即是他 他是一個奧運代表 對奧運代表 如果你有看他的YouTube頻道 其實他的感覺挺現熟的 如果你有看他們 因為他有一部分 他好像是今屆的評判之一 對 他是評判之一 所以你看他跟霍啟光 他拍一段煮食的影片 你又覺得他的感覺 挺現熟 可能因為嫁了 有錢人 可能感覺又不同了 事實上高 就算他多有錢也好 都沒有什麼特別 不好的事情 這個也是事實 是剛剛結婚的時候 才有些炒作 可以翻牌 我控洞了 誰說 梁錦松 梁錦松 我跟他老婆 無關的 跟他買車有關 這個也是暴露年紀系列 這個好像是多少年前 我都忘記了 我想也有十年前 不止 不止 我都不太記得 這個星期 其實還有一個發生 不過不用說 我可以說 誰說 吳唱K 吳唱K 跟谷子喬 有些人留意到他們 不知道什麼IG 有個白書書的 什麼都沒有的圖 就提到谷子喬 就說 吳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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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去到 一些活動 有些記者 立刻訪問他 喂 你們是不是有些東西 他說 不是 我們用一些 微信 等等 那些東西 我打算 按他 就不懂 不知為何 變成 Tag了他 其實這件事 很難發生 如果有用過 有用過 這類型的東西 大家知道 Tag人 是 會Tag錯的 但是 在你出帖子之前 你一定會知道 這件事 那就 我不知道 可能 谷子喬 吳唱K 谷子喬 他確實挺喜歡唱歌的 谷花是黃色 但有些谷花就是紅色 那谷花是什麼色 有些白色 也有白色的 不過 我不知道 我一般見到 不是一般見到 通常我們試 是粉粉的 小粉紅的 對 顏色的東西不說 我們今集時間 到這裡差不多了 在尾段 不妨提醒大家 有一張圖 也會出現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你不希望 我們這一集 是最後一集 可以流兩滴眼淚 應該沒有這麼快 最後一集 不過 剛才一開始說的 是真的 倒數 還是繼續加上去 這個 也不知道 會盡力 就是希望大家都 盡力 也只要做 也是那句 大家都在這個時間 都是困難 因為疫情 其實那個時間 最後的太長 很多地方都可能 結業了 或者其實也不能夠 但是作為 一個網上平台來說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不想 我們達到最後的一刻 只可以這樣說,大家多點支持我們,訂閱我們 如果你看直播的話,可以超級留言 也可以多點上來買東西,或者我們前陣子有月餅 我也訂了,我也訂了 我們不定時,每天都會推出不同的產品,限定產品給大家 大家記得多點訂閱我們的節目,因為做節目確實很辛苦 沒看到我們說了那麼久,好像很輕鬆 但我們又要資料搜集,也要夾一下 背後阿翔和阿琪要剪片,也是大家的心血 反而我想說的最後一句就是,好像說到最後一集 不是呀,下集有的,除了可能多了人關心這個社會之外 其實真的要給自己一個休息 就算是娛樂圈,說真的,也不會關我們什麼事 有些花生蝕蝦,只不過可能大家茶餘飯後 就多個話題笑一下,這樣不代表你要放下了 或者完全不理會一些東西才去笑一下 即是可以是插入,插入就開心了 我那次在我們的Facebook群組 看到有個人說了一句話 其實對於我們的網台來說,是一個挺好的說話 那個群組有九百多個人 即是你沒有人訂閱,可能拿二十元出來 這樣算吧,其實就已經很幫到我們 這個也是事實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妨有閒錢的,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們 因為鱷魚確實,他做這麼多節目也很辛苦 我也知道大家也很喜歡看大院遊樂那些節目 那大院遊樂那些,你想想大家 188元都是三個月而已 即是我覺得我們的節目其實收費不… 你拉開平均是不貴的 那大院遊樂就很多有些…其實都是娛樂來的 其實我們可以說一下大院遊樂 即是香港一些很耐歷史的案件 有些地方,譬如是鱷魚去做餿街 可能有去逛逛牛棚 那些這樣 不知道他在大院遊樂樂會否會去 這些東西就…譬如,會有人會用一個… 我看Netflix也好,五、六十元,我每個月都看不完 有一點不同,是一個支持 我覺得訂節目是一個很直接的支持 我也覺得是,所以大家可以看直播 可以打相片,或者支持我們,請我們喝杯茶 或者訂了我們的節目,其實也可以支持我們 我們也不知道剛才分享的花生會不會有一天 我們就變得完全一體化 所以我覺得就算花生也可以珍惜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拜拜